这里是华尔街网报,今天是7月14日 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抓走唐双宁夫妇,针对的不是温家宝 而是另一位前政治局常委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小鹏四月落马受查后 最新的报道称,担任光大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达十年之久的唐双宁与妻子 当地时间7月12日被当局带走调查 金融我闻报道称,两周前光大银行一位中层干部被留置 对独职官员所采取的强制措施 或是唐双宁失联直接导火线之一 唐双宁曾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 后出长光大集团达十年之久 2017年12月退休,由李小鹏接任 今年4月,中纪委公布李小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 5月,光大集团董事长王江调任中央金融委办公室任副主任后 光大掌门人的位置至今尚未补缺 现年68岁的唐双宁是辽宁人 满足,从事金融40年 过往经常接受传媒采访 他也钟情书法,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 近年常以艺术家、文化学者身份公开亮相 常用笔名双宁,双冻的双,凝结的宁 光大集团由财政部和汇金公司发起设立 已经发展40年,是中央级三大金融控股公司之一 在境内外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光大永年、中青旅控股、家食堂、中国飞机租赁、光大家宝、光大水务、光大绿色环保等上市公司 一直关注中国反腐倒查情况的一位观察家对华尔街电视说 唐双宁本来退休之后,摆出退隐江湖的样子 不介入商业活动,又是搞书法,又是搞文学 但现在倒查还是把它查到了 到底在光大公司的问题,还是中国证监委副主席任上的问题 这两个系统都是中国腐败透顶的地方 光大自中国国旧,刘少奇小舅子王光英创办以来 一直腐败内斗不断,互相告状,互相拆台 当年朱镕基的爱将朱小华,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调到主管光大 也是因为被指控腐败,下台了 唐双宁的问题,是他早在十年前,纽约时报就揭露了他儿子的问题 2013年8月,南华早报报道称 美国证监会正调查投资银行摩根大通 以查明其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拓宽在华业务机会 涉及的高官子女包括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 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和原铁道部运输局前局长张鼠光之女 报道称,唐双宁之子2010年入职摩根大通 随后光大集团上市财务顾问和光大国际出售资产对象中 都有摩根大通的身影 而张鼠光之女被雇佣后 摩根大通帮助与原铁路部有紧密业务关系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了规模于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目前摩根大通或其职员都未被指控有不当行为 2013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 文件显示摩根大通在华雇佣关二代式社幕后交易 纽约时报查阅了相关文件的副本 这些文件显示,在该银行位于香港的总部 这种雇佣行为似乎是公开的秘密 在一封提及现有及潜在商机的邮件中 摩根大通驻香港的一名高管强调指出 某应聘者的父亲是国有金融集团中国光大集团的董事长 这名高管还盛赞该雇佣项目的整体好处 并在另一封邮件中告诉同事 你们都知道,我一直非常看好子女项目 他几乎能直接为我们赢得为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的业务 在这些文件曝光之前 此类雇佣行为与商业交易之间存在联系的迹象还没有这么明显 除相关文件外,对摩根大通在港及以往雇员进行的采访表明 该银行内部或与该行有往来的一些人对这一雇佣战略很愤怒 至少有两名举报者曾对此提出质疑 其中一人在2011年4月向香港股票交易所提起了诉讼 另一人则在今年向美国当局举报了该项目 2011年12月,摩根大通一名级别较低的驻香港银行员工从该行辞职 并在一封邮件中写道 我觉得,我的家庭无法提供其他一些人的家庭向你提供的助理 为公司带来他们家控制的生意 此事凸显了这方面的担忧 原本,摩根大通之所以于2006年创设子女项目 初衷是让雇佣行为受到更严格的审查 但是,到了2009年 子女项目已为相关职位候选人提供了成为公司雇员的捷径 相关文件显示,和普通初级员工相比 来自中国显赫家族的应聘者面临的标准不那么严格 需要面试的次数也更少 摩根大通还曾提议为全职工作的关系户设立另一个项目 该项目可以给关系过硬的雇员提供价值7万至10万美元的一年期合约 内部文件称,这个项目或许可以带来通往商机的清晰联系 据一些调查知情人士透露 摩根大通还曾短暂编制关于历史交易记录的电子表格 他在其中一栏列出职位候选人 历兰则写着银行从与候选人有关的公司所获交易的业绩记录 相关文件表明,还有些电子表格罗列了关系过硬的雇员 以及摩根大通从与这些雇员有关系的私有或国有中国企业所获得的业务收益 摩根大通对唐晓宁的雇佣似乎清晰地体现了为国企客户所制定的子女项目的精神 唐晓宁曾在高盛和花旗任职 他的父亲是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 相关记录和采访显示 2010年3月,唐晓宁的父亲唐双宁找到摩根大通在香港的一名高管 商讨给自己的儿子安排职位一事 这名高管是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的负责人 他对这个要求表示欢迎 并一天后通过电子邮件敦促同事就我们将来该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一点进行讨论 不过,相关文件表明 这名高管在一份内部合规表格中淡化了雇佣唐晓宁的重要性 称其中并不存在预期的好处 证券备案文件和新闻报道显示 期2010年3月为止 摩根大通与中国光大似乎并无业务往来 即便有也非常少 但是,采访表明 在唐晓宁的父亲联系摩根大通后不久 中国光大的一家子公司就聘请摩根大通为一次价值3亿美元的非公开股票发行提供建议 2011年,唐晓宁在摩根大通工作数月之后 中国光大的银行业子公司又把摩根大通选为了为其提供上市建议的几家金融顾问机构之一 这项交易由于全球市场动荡而推迟 大概也是在那个时间 摩根大通为唐晓宁提供了第二份一年期合约 公司不允许他参加与中国光大有关的任何交易 公司高管当时说 唐晓宁的表现获得了总体上不错的评价 此外,唐晓宁以前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唐晓宁任职摩根大通期间 他附近的公司与摩根大通的业务量一直在增加 调研服务公司标普资本智商S&P Capital IQ表示 2012年,中国光大专注于新能源业务的子公司中国光大国际 决定出售价值1.62亿美元的股票 摩根大通被选为此次交易的顾问 2012年5月,随着唐晓宁的合约即将到期 摩根大通也面临着一个转折点 但是,在前述摩根大通投资银行高管的敦促之下 唐晓宁的合约又续签了 这名高管写道 鉴于我们与中国光大的关系 我认为我们应该再次与晓宁续约 纽约时报还曾报道 摩根大通与温家宝女儿温如春 化名常例里曾有商业网癌 文章提到 为了提高在中国的地位 摩根大通找到了一家看似无名的咨询公司 他的主管当时32岁 名为常例里 按照合同 常例里的公司每月从摩根大通那里 收取7.5万美元 当时约合60万元人民币 公司似乎只有两名员工 而且表面看来 常例里缺乏为摩根大通打开生意大门 所需的影响力与公众知名度 不过 摩根大通驻香港的高层 以及其他一些大公司的部分高管知道 常例里并不是他的真名 而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唯一的女儿温如春的化名 经济与金融领域就处于温家宝的管控之下 与温如春建立联系的同一时期 摩根大通还投资了与温家有关的一些公司 摩根大通与温如春的联系之前并未建筑报端 纽约时报查看的机密文件 中国的公开记录 以及与知情人士的访谈显示 这层关系指向了在中国积累影响力的一种总体策略 聘用统治中国的权贵人士的亲属 如果现在查唐双宁 是不是温家宝的问题也会被倒查下去 是大家最关心的 与其说大家关注唐双宁 倒不如说大家真正关注的是温家宝 不过知情人士说 调查唐双宁 背后并不是针对温家宝 而是另一位前政治局常委 再来看到路透社消息 三位消息人士称 中国金融监管机构 已邀请一些全球最大的投资者 参加下周举行的一次罕见的座谈会 以鼓励外国人继续投资中国 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中国近期经济疲软 且地人政治紧张局势加剧 据直接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 和路透社查阅的邀请文件称 下周五在北京举行的会议 将重点讨论在华美元投资公司的现状 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 此次会议正值全球投资者和银行警告称 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正在减弱之际 中国大流行后的经济复苏 正迅速失去动力 中美关系因国家安全问题 包括台湾问题 美国对先进技术的出口禁令 和中国的国家主导产业政策 而陷入低谷 三位消息人士称 这样一次讨论全球基金经理 在中国投资所面临挑战的 明确议程的会议非常罕见 反映出中国政府 希望增强外国投资者的信心 消息人士称 预计私募股权公司等大型外国 和国内基金管理公司 及其投资者或有限合伙人 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 将参加此次会议 据消息人士和文件称 他们还将被鼓励提供建议 以帮助解决他们 在中国的业务所面临的挑战 并分享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展望 消息人士补充说 将出席会议的全球基金 可能会派其驻中国的高级职员参加 但一些高级管理人员 将飞往中国参加会谈 2022年 中国经济仅增长3% 为数十年来最差表现之一 今年年初 中国突然取消了经济意志措施 经济活动出现反弹 但此后增长势头急剧减弱 同时政策不确定性 以及中国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之间的 紧张关系加剧 有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此次会议召开之际 一些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及其投资者 也在重新考虑其中国战略 此前对科技公司等民营企业的打压 已持续多年 给私募股权投资投资者的回报前景 蒙上了一层阴影 并缩小了投资机会 其中两名消息人士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副主席方星海 将向与会者发表讲话 会议由中国基金 监管机构 中国资产管理业协会组织 数月来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 导致MSCI中国股指年内下跌2% 而全球股市涨幅为15% 同时人民币在8个月低点徘徊 推动一些投资者关闭中国策略 行业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 以中国为重点的风险投资 和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今年以美元计价的筹资 也创下过去10年来最弱的上半年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专注于中国市场的 GP仅募集到55亿美元的美元资金 与2021年同期276亿美元的峰值相去甚远 作为打压结束的另一个强烈信号 国务院总理李强周三会见了 阿里巴巴云计算部门和美团等公司 敦促他们为支持中国经济做更多工作 再来看到这一时段其他消息 据彭博社报道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远洋集团美元债券的 至少两名持有者称 尚未收到星期四到期的息票付款 加剧市场对远洋集团的债务担忧 两名远洋集团债权人告诉彭博社 截至星期五上午9030分 他们尚未收到2025年债券到期的利息 远洋集团代表 本周早些时候曾告诉一些投资者 公司仍在积极筹集资金支付这笔利息 在真正的违约发生前 公司有14天的宽限期 报道还说 尽管远洋集团到目前为止 没有没有像其他同房一样出现还款问题 但它在过去几个月 一直处于房地产行业债务担忧的中心 远洋集团的两大国有股东 已聘请外部人士 对该公司进行禁止调查 远洋集团曾于今年3月被爆出 为暗期支付一笔债券 本金6亿美元的永续债 但据静恋新闻3月29日报道 远洋集团已完成其次级 永续美元债本期票息兑付 共计2060万美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印太地区稳定 来自路透社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呼吁印度太平洋地区保持稳定 并敦促各国共同努力应对朝鲜的威胁行为 他还强调 需要和平解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并呼吁缅甸军方结束敌对行动并进行对话 布林肯强调南海和东海航行自由 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他发表此番言论之前 中国战斗机在台湾海峡监视了一架美国海军巡逻机 并且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了军事演习 布林肯还谴责朝鲜最近发射导弹 并呼吁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其武器计划 他敦促缅甸执政军队停止暴力 并实施与东南亚邻国商定的和平计划 王毅告诉安东尼 布林肯我们必须谈安全 来自南华早报 中国外交政策负责人王毅呼吁与美国加强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沟通 并表示这两个敌对超级大国需要消除障碍以改善关系 他表示美方需要理性务实 与中方共同拓展外交安全领域沟通渠道 王强调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敦促华盛顿避免干涉北京的内政或损害其主权 双方同意会后保持沟通